腰上有阴桃花的女人 是世间唯一一具纯阴之体 下眼您天生纯阳之体 必须与纯阴之体交合 才能彻底化解体内的阳毒 否则我三十岁 传承抢手 营救他 一秒的窗户 正是一代我身体 不好 杨杜怎么又发作了 天腰上有阴桃花的女人 是世间唯一一具纯阴之体 一顶抢手 开窗帮流过阳阶高昂 先生 换衣服给我偷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放开我 你在闪掉人了 你干什么 阳毒发作之际 只需以纯阶之体产生肌肤之亲 便可团体整整 别放开人了 全身同样 你敢吹我一枝 你超流氓 你给我滚 小月 我来吃吗 给我尝一个你的 是江念同学吗 我是江城大学的校长 校长您好 您是来为学费的事吗 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 刚刚有一位神秘富豪 不但资助了你四年的学费 每个月还额望发放 十万的奖学金给你 恭喜你啊 江念同学 你可以来学校报到了 好的 谢谢校长 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热气 欢迎我们江城大学最大的股东 也是江念同学 四年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者 秦修先生 他们快把花捡起来 秦先生 谢谢我的资助 这四年的生活费和学费 我会还给你 你知道我行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语 我拒绝你的资助就是 在开学典礼 被当众派出 永久取消录取资 还要赔偿一千倍的资助 你可以不在 把你老公的心脏病 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三 二 一 恭喜校园 终于寻得世间 唯一的纯阴之体了 只要您跟江念同房 便可化解阳毒 是不是 说 这纯阳和纯阴天生相斥 若是结合的话 定会严重捧害江念的机体 轻则致残 重则 吃死呀 秦先生 这是我写的签条 秦先生 这是在干什么 我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 什么都不能给你 我死了 你的第一次 我不是那种随便和男人 无法 我不要你的钱 我江念绝对不会为了钱 出卖自己的尊严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领证 我们才认识一天 怎么能结婚呢 不行 现在就是离婚 想离婚 也不是不行 前提是 你得把第一次给 今晚给三 你记忆着 我真的不想 给我找到张念阳 别 我答应你 你不要动我的家人 只给你三天时间 你这是个人 你不是说 给我三天时间 我现在还不想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 不想要就别动 否则 我不确定会对你做些什么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你是不是先定了 快快快快 赶紧都处理了 那这些花圈是怎么回事 宵爷虽然是一手遮天的掌权人 却因为天生的纯阳之体 多灾多病 那些基于家主之位的 秦家的庞系 总是送这些晦气东西 来诅咒宵爷 大师说 宵爷这病 只有与纯阴之体的女人结合 才能有的治 为了宵爷能活下去 你可要好好配合她呀 我 我是 你的第一次 原来 她和我结婚 只是为了 给你 谢谢先生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这个宵爷呀 不仅出自给你上大线 还出钱给我这个 我怎么看变 既然她帮了我这么多一点 那我是不是应该 这个卡里 有十个亿 是宵爷 给您的补偿 请您收下 那十个亿的买命钱 要收了吗 收了 我妈说 姜小姐没有拒绝 结果卡就出卖了 我姜面 绝对不够为了钱 出卖自己的尊严 最后孩子要够多的钱 小师傅 你就让我见 无量大师一面吧 你一个穷山沟的聪姑 拿什么见我们无量大师 这个 又在玩什么法 姜远 这 要到这 十个亿 姜小姐 你想求什么呀 我想求平安 给我的 赵 只要你们尽到夫妻缘分 自会报答 尽量大师 不谢大师 我明白了 我一定 嗯 你觉得 这个平安扣 是我从大师那里求来的 听说非常灵验 你要是喜欢可以带着 你要是不喜欢 就 小爷 您的病情 不能再往下拖了 我还能活多久 再过三天 就是您三十岁的生日 您和江念 注定只能活一个人 小爷 您自己决定吧 谁愿意好 明天 就是齐先生的生日 妈 明天是他生日 要不 我们提前布置一下 给他一个生日惊喜吧 咱们秦家 最气会的 就是过生日 只因小爷 天生的纯阳之体 大师都说 他活不过三十岁 小爷从小到大 都不敢过生日 过一年 少一年呢 三十岁 明天 不就是最后期限了 谁 小爷 今天您必须得 和江小姐圆防啊 即便这样 会危害江小姐的生命 但这是您活下去的 唯一机会 风格 启发飞银康 像夜睡跌顶潮 开窗大脸 孤阳接 生日快乐 快许愿吧 孤先生 我知道 你不喜欢过生日 生日许愿 可是很宁愿的 那你要不许 我替你许了 愿秦潇先生 幸福快乐 长命百岁 爬上 爸爸 输生日快乐 虽然想着游戏 不敢说 你自己拆不穿